王岐山 朝鲜半岛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路透报道 中国大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25日在俄罗斯圣比的保国纪经纪论谈演讲时表示 朝鲜半岛的安全状态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允许半岛发生战乱 王岐山说 川金会有其必要性